大家好,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玄凤银骨是很忙的小动物 前面我也有录过一期他们吹口哨的视频 那么他们日常除了吹口哨还会做些什么呢 小凤,你赶紧告诉大家 你每天早上除了吹口哨你还会做些什么吧 你不说,我可帮你说了哟 好吧,既然你不说 那么我就把你每天在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吧 我说了,你可不能怪我,也不能生气的哟 哦,对了,你的腮红那么好看 能告诉我哪里买的吗 我也想吐一点呀 玄凤银银骨日常除了吹口哨做的最多的事情 我就最想和你说话啦 同学们看,可能小凤知道今天我要拍他 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看着镜头 一直在飙鹦鹉语 至于说了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但是呢,我能知道的是 此时的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小凤呀,我知道你很想和我沟通 但是你的鹦鹉语我是真的听不懂呀 你是想告诉我,蛋蛋饺子皮很香 还是说小鱼仔要多放盐 还是说你今晚全部都要呢 哦,真的好难猜呀 同学们,帮我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吧 小凤呀,你过来 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今天我去市场买了两条咸鱼哦 我买的时候生态鱼鱼不够咸 我还特地叫那个卖鱼的 加了好多好多的研发发进去 那两条咸鱼肯定很入味的哟 同学们看,小凤好像挺懂的 好棒呀 相信看到这里,有的同学们肯定好奇啦 你的鹦鹉怎么那么乖 我的,连上手都不肯 甚至还咬我 其实吧,我个人总结的经验就是 小鹦鹉亲人 甚至想和你互动很简单 就是多放出来跑 不要整天关在笼子里 放出来之后呢,让它慢慢去适应 你也不要说刻意去捉它 要多用手拿食物去喂它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时间也不早啦 我要去给小凤捡鱼啦 喜欢我视频的同学们记得多关注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